謝謝小月亮 謝謝小月亮 我習慣叫他小月亮 因為我在焦點 先認識月亮才認識他 我很少到這麼年輕的場合 今天在場應該是我最老的 還有一個 沒有啦 我很老 所以大家可能會有點帶勾 希望大家聽得我還知道什麼 今天主題是玩初創業 我是一個創業家 我的工作就是一直在玩 等一下我會從大學畢業以後 創業故事來跟大家聊起 之後會再講一下我大學創業 其實就開始創業 如果各位對於創業有興趣的話 或許你們在影響這個奴階 可能就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我在章魚中可以叫我Aaron 或叫我章魚哥 我在店裡面大家要叫我錯號 因為名字唸起來很像 我去外面上課的時候只要講我是章魚哥 小朋友都很開心 章魚哥 章魚哥 你在吹樹迪嗎 這樣子 所以很快可以跟小孩打成一片 因為我很常上一些小孩子的遊戲的課 那我1998年生 所以應該算是比大家年紀都是大一些 我四大部中畢業 有沒有部中的 沒有 沒關係 我台下經濟系畢業 創業三年半 然後從桌遊 一開始做桌遊店 然後到實際的脫跑遊戲 然後再做到網路上的一個 場地的資訊平台 對 做了還蠻多事情的 然後一開始我只有十萬塊資本 那我們公司現在大概一個月 一年一二十五百萬左右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想創業的話 沒有錢 永遠不是問題 十萬塊應該很多人都可以拿出來 好 那我與桌遊的第一次相遇 我第一個創業 我大學畢業後第一個創業的題目就是桌遊 那這個場景不知道大家手不熟悉 有人知道是什麼嗎 好 大學生現在不夜衝了嗎 好 這是夜衝 好 還是說其實現在真的不夜衝了 衝衝衝衝衝好 好好險好險 我以為我跟大家多差這麼大 我第一次跟桌遊相遇的時候 就是在夜衝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去台北的台大念術 很喜歡去貓空啊這些地方 酒糞啊沒有夜衝 然後去那邊就很無聊 上山就只喝茶 我不懂為什麼要去山上喝茶 在宿舍喝茶就好了 好 但是大家可能為了 跟女生一起出去玩這樣子 所以大一的時候大家很瘋狂 那去上面就很無聊啊 所以大家做的事情就是打牌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上面打大老二啊 最無聊還玩過心臟病減紅墊 釣魚這種遊戲都玩 那很無聊的時候 就會有人想要找樂子 所以那時候就有一個同學 他帶了一盒桌遊來 然後那盒桌遊就是 Fan就是一款 你殺我我殺你的遊戲 所以我們第一次在貓空上認識桌遊 就是在一個這樣的場景 那因為我在那上面的時候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覺得很好玩 所以我回到台北市區的以後 我就想說要去找一個這樣的店 然後去找我更多其他的朋友 一起來體驗這個遊戲 就不用跟我同學借桌遊了 那我那時候對於桌遊店 想像是像這樣子的 就是可以找一群朋友啊 三三兩兩的 然後呢到一個可愛的店 然後後面很多遊戲 挑一個就可以玩 然後有人教你怎麼玩這樣子 好 那時候對這個遊戲想像是這樣子 那我在台大附近找尋一個桌遊店 然後我搜尋台大桌遊店的時候呢 第一個出來的結果叫做魔窟 那時候呢我聽到魔窟這兩個字 魔法的魔窟 洞窟的窟 我想說哇這個好像是一個魔界主題的桌遊店 好像蠻酷的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就約了一群朋友 然後就去魔窟 那當我走到魔窟之後呢 打開門一看到的景象一下 這樣子 好 那時候在魔窟裡面呢 所有人都在打魔法公允會 就是一盤類似像遊戲王一樣的桌遊 那我進去以後沒有一個人理我 那我就說請問店員在嗎 然後呢店員就坐在這個位置 他就在這裡打魔法公允會 我說我們要玩桌遊 他說等我一下我把這張牌放完 然後就放了一個 一個像七年白龍的龍一樣出來之後 就說好你們如果要玩的話 就去那個角落 然後呢那邊就是有一個桌子 桌遊的架子 你可以去那邊 然後我們第一次就去 然後也沒有人理我們 從頭到尾 最後我們也沒付錢就走了 對 所以我們就玩了一個小時 然後根本不知道怎麼開始玩 然後約只有 我們只想玩ban 然後呢那邊還沒有ban 所以我們就也不知道怎麼玩 下遊戲我們就在那邊翻一半說明書 後來待了一個小時就走了 然後他們也收錢 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走了 對然後呢 第二次我就想說好不行 我這家店應該不行 我再找第二間店 然後那時候我就找到台大回去 還有另外一間店就做到小潘的家 然後我想說小潘的家 聽一下我不是Cino 應該是一個可愛的地方吧 所以我一去 就真的是小潘的家 然後我把你叫小潘 然後呢就是他家長桌遊 好 所以我進去的時候呢 小潘就坐在那個床邊 然後呢 招呼我們在他的床旁邊玩桌遊 然後他餐桌那邊 有另外一組陌生的客人也在玩桌遊 然後他媽媽在廚房炒菜 然後就一邊問我們說 欸小潘要不要請你朋友 留下來一起吃飯啊 然後就是一個小潘的家的桌遊 那收我們八十塊清潔費 然後小潘熱心一直教導我們桌遊 除了就是環境有一點習慣之外 都還蠻不錯的 最後呢這件事情呢 其實就是讓我有一些想像 就是在桌遊店其實環境就是像這樣子 不是一個太好的環境 現在的卡士達都比當初的桌遊店 還是舒適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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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再來就是在玩遊戲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多困難 因為我們必須要自己念說明書 除非你遇到小潘 不然你就要自己理解每一個規則 然後去教你的朋友 然後呢大家可能要先花一個兩個小時的時間 瞭解完遊戲怎麼玩之後 才可以開始進行遊戲 我們以前去的時候 五個人就是一個人拿一盒有興趣的遊戲 然後打開說明書之後就開始看看 看一個小時 看會了就說欸我會了我教大家 然後我就教其他四個人玩 然後在玩的過程中 其他人呢也要同步的一起看說明書 因為等一下就開始教了 所以你也不能行政 然後遊戲也常會遇到中途改規則 說不好意思剛剛十三塊 那從這一回合開始變成十塊 然後前面都不算 因為我們會看錯說明書 所以這一件事情就是一個 讓我心中覺得 嗯四個做了電降經營 真的是對的嗎 對他就在那個我心中 種下一個希望種子 好 那這個希望種子在我心中種的 從我大學大一就種到現在 種到我大學畢業退伍之後才 才萌芽這樣子 好那那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可以做 我就去做了一個調查 好那時候我針對台大三百個學生做了一個問題 台大三萬有找了三百個學生做了一個問卷調查 我說請問你們有沒有在大學 在最近一年內有聽過桌遊這兩個字 只要聽過就可以 大家應該都聽過桌遊吧 好好好我這麼年輕 我就根本連桌遊什麼都不介紹了 桌遊就是桌上遊戲 好現在補充介紹一下 就像大拖文一樣 好那三百個人裡面呢 有多少人聽過桌遊 然後呢告訴我一百個人聽過 好那時候我就心中量了一半 然後我就繼續問他們說 那這一百個桌遊 聽過桌遊人裡面呢 有多少人真的玩過桌遊 然後這只剩下三十個人 所以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有玩過桌遊 我在問這三十個人說 欸請問你們有真的去過桌遊店玩嗎 還是都在貓空啊 宿舍啊等等要玩 有沒有人去過桌遊店 只剩下三個人去過 然後所以我想說 哇那這樣的話 豈不是代表說 全台大三萬個人裡面 只有三百個人去過桌遊店 難怪魔庫裡面都是那些人 小潘的家大概也都不是台大 很多都不是台大廚 他們根本沒有去過桌遊店 然後也不知道 那時候很認真去找 才會找到哪個店 對那我就覺得 蛤做桌遊店好像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但我轉念想想說 我同學這麼愛玩桌遊 為什麼沒有人 難道沒有人有希望 要有個好一點的店 然後可以去裡面吃吃喝喝 很開心啊 教你玩遊戲嗎 難道沒有了嗎 難道剩下兩萬九千七百個人 都不喜歡桌遊嗎 還是只有那啥感人喜歡呢 所以我這樣一想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 那我還是要做 而且有沒有在台大做就沒有差了 因為在台大做就是多三百個客人 你去不是台大地方做 就是少那三百個客人 可是其實重點在裡面 兩萬九千七百個人 為什麼不喜歡 所以我那時候就跑到了基隆 去開了我第一間店 會選擇基隆原因 是因為我那時候 剛畢業覺得 要非常了解我的客戶 所以我的客戶一定要是大學生 所以呢 我就找了基隆 宜蘭 桃園 中立 新竹等等 很多有大學的地方 然後 再來是因為我沒有錢 只有十萬塊 所以我開不起台北市的店 我那時候找了台北市所有的店 我那時候找了台北市所有的店 隨便付金都要四五萬塊以上 所以我付完 我連第一個月房租 加押金都付不出來 所以 就想說好 那我要去找一間更甜蜜的店 然後就跑到基隆 基隆是一個愛心的形狀 然後我就在基隆 海大的這個 右半邊的愛心 這個山上的一個後山 開了我那時候第一間店 那時候店面進去的時候 我們特別找的那個店 都有牆面 因為我們沒有錢買油漆 所以就是牆壁全部都玻璃 這樣子 都不用裝飾 也不用掛什麼畫 也不會很空 就看外面的風景 然後是個配屋 所以我們簡單的就處理了一下 那個天花板 都自己用 就是拿那個P圖的那邊P P到脖子酸酸 然後汽油性這樣子 然後把它從這樣子 然後呢 P成這樣 就白色的天花板 然後再自己簽燈 然後上網查說那個電線輪架啊 這樣子 然後就自己掛燈 哇 跟我一模一樣的燈 這個燈超便宜的 這個燈超便宜的 因為卡士達也是Costan的那個 一模一樣的燈掛到這裡 這個燈很便宜 大概200多塊 IKEA最便宜的燈就是這個 好 所以我們也是買 IKEA最便宜的燈來掛 然後 然後就開始就是 鋪一下簡單的地板 然後呢 家具都是剪的 最有趣的就是這個桌子 這桌子是自己做的 那怎麼做呢 就是人家都問我說 這桌子看起來蠻可愛的 然後其實它就是板斗的那種塑膠桌 然後我把那個板斗塑膠桌的桌腳折斷 然後套上IKEA的桌腳 然後再鋪上桌布 然後大家就說 哇 這好像IKEA的桌子有賣原桌 然後IKEA什麼時候賣原桌 我說沒有啊 特製版啊 現在絕版已經買不到的 然後其實一打開 下面就是 那有板斗紅色塑膠桌 對 非常的良春 然後一直在新莊的二手大具店 然後就像這樣 然後就很簡單 當然是在十萬塊裡面的裝潢 然後全部都自己來 沒有請師傅 對 那在店開了之後呢 我每天做的事情就住在店裡面 看那個門 在店裡看 有沒有人進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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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然後每天呢 就是一百塊 都是同一個人一直進來 前三個月每天都同一個人 然後他就進來跟我們聊天 聊完天之後 付了一百塊就走了 然後我們就每天跟他一起玩兩人遊戲 幾月之後我跟他 他就一個人走進來啊 然後我就說 欸 你們要買桌遊嗎 他說有 可是我只有一個人 然後我說那不然我陪你玩 然後我就跟他 每天就這樣賺他的一百塊 賺一賺就是覺得 不行 就算房租再便宜 三十天年之後三千塊 根本就不可能 存活下來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常 心情很郁悶 然後都沒有吃什麼飯 然後很常 郁悶的時候就是在 基隆很常下雨 所以在大雨天的時候 在那個基金公路上面 騎著我摩托車旁標 然後大叫說 為什麼沒有生意 然後就在那個海岸邊 呼嘯而過 然後我就看到了 這個改變我一生的 行動咖啡車 那時候我在經濟山那邊 就看到很多這種行動咖啡車 我想說咖啡可以在路邊賣 為什麼桌遊不能在路邊賣 咖啡可以從店裡面搬到室外 為什麼桌遊 一定要在店裡面可以玩 所以我就立刻 回到我店裡面 把所有桌遊 裝到IKEA的藍色袋子裡面 兩百多款桌遊康證 我就走到海大 然後就開始去敲每個色盤門 然後我一走進去的時候呢 那個色盤門沒有人 一開始可能只有三個人 我就過去說 同學同學 不好意思 我介紹你們玩一個遊戲好不好 然後她就說不要 好沒關係 好 然後他們在開會 我說好沒關係 那我去找另外一個 我就敲另外一色盤門 欸沒有要介紹你玩個遊戲好不好 然後那個女生就傻眼看著我 然後我就說 啊你先丟一下這個桿子 然後那個女生就 不知道為什麼你聽話就丟了 然後我就說 欸它綠色的 那你抽這個綠色的桿子 然後她就抽了一個綠色的桿子 你看脖子掉下來了 好你再扣一分 好像你交小朋友一樣 然後她就說欸好像蠻好玩 然後就算換一個人丟 然後就看她三個人就開始默默玩起來 然後呢 他們就開始打電話 叫自己朋友說 欸現在色盤有個很奇怪 人在推遊戲 你要不要來玩這樣子 然後結果本來只有三個人 後來就變成三十個人 在色盤裡面玩遊戲 下課什麼 就從下午六點鐘一直玩到晚上十點 他們都不想走 會來越多人 然後呢 後來裡面有學生會長 他就跟我說 欸我們下個月在台大有一個活動 叫棉花糖節 你要不要來發一場作遊日 然後就變成全海大的禮堂 裡面辦一個三百多個人的作遊日的活動 所以後來我們在海大那邊 就打出了知名度 那生意就約好 從一百塊變三百塊 變五百塊 變七百塊 慢慢一直成長 然後呢 就開了第二間店 在一年之後就回到公館 當時覺得說要挑戰一下 就是另外一個市場 就是比較競爭一點的市場 然後就回到公館 然後緊接著再過半年之後呢 就賺回來第三間店前 就跑到公區 開了第三間店 然後那時候是一個自得益滿的行星 我一年半就開三間店 然後覺得說我要看十萬塊 就可以開三間店 然後呢 雖然沒有領什麼薪水 但是覺得自己 就是做不到的事情 後來就發生了一件事情呢 就是 我就請了很多員工 那時候覺得哇 就是 隨便請啊 反正很有錢啊 然後呢就是員工請 還辦那種中秋節的烤肉啊 你說 然後就說 飲料隨便吃 這樣子 然後就飲料隨便吃啊 飲料隨便喝 東西隨便吃 這樣子 反正我們很有錢 然後呢 我們要像Google一樣 然後集中最好 就是員工最好服務 服務 服務力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 就蠻囂張的 後來發生一件事情 影響我很深 就是基隆那個石頭掉下來 大家都知道我們影響 有一個山上的石頭掉下來 然後砸在那個 必殺屋港旁邊 過一個月之後 這些麥當勞就倒了 那過兩個月之後 我們訂就倒了 因為這個石頭生意掉了大概超過九成以上 所以我們後來我們店就開始搬 然後搬家就把基隆店收掉 然後從遙遠的海大山上呢 搬回到了市區 就開了我 算是第四間店 但是收掉其中一間 然後就回到市區 好 那過了第二年 兩年 再過了一年之後呢 我就進到了AppleOS 然後那時候我們去做了另外一個網路創業的題目 那中間還設計了一些實境遊戲 跟設計了一些桌遊 但是因為時間沒有限 所以我就先講這個 然後我們因為做了很多桌遊場地關係 所以我們就經營了一個場地的資訊站 這個場地資訊站 像卡士達這樣的場地 也有在上面開燈 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找像 串人這樣的活動場地 或是你今天要幫你同學會開會 你就可以上我們的網站叫PITONE 就可以去搜尋這些場地 那裡面有三百多個台北市 各台中高雄的場地 那如果你只是喜歡點進 也可以看到它詳細的方案 你就可以跟它在線上租借 好 那我講這麼多其實呢 就是一個創業故事的分享 那跟大家比較切身相關 就是我希望大家在現在這個階段 就是在我念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就做對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知道我很想創業 而且我在畢業後就可以第一個創業 但是很多人會在大學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想創業 或是不知道自己未來想要幹嘛 這是我覺得 普遍在台灣的大學生 都會感到迷惘的 這才是我現在的重點 雖然我只剩三十五個 但是我一定會超時 小月亮也不敢看回下來 所以我會繼續講 我剩三十秒都可以講到你 好好好 那為什麼我這個重點才是重點 好 那重點才是說 你在大學的時候要了解 你真正想要做的東西是什麼 那我先舉三個例子 公務員上班族的創業價值三個例子 好 假設你想要當的是公務員 那你就要知道公務員生活是什麼形態 公務員就是每天早九點上班 五點下班 然後呢下班以後就可以回家陪小孩 找你的朋友吃飯 然後呢你每個 只要見紅就可以放 然後呢每個 每年有固定假日 而且那個價位越來越多 從七天變十四天變二十一天 然後你會有固定的長休假 晚休假可以排 然後你中午的時候可以吃下午茶 一點到三點的時候可以跟你的同事 在辦公室吃下午茶 會有一個這樣子 很固定很 相對不一定悠閒 但是相對穩定的生活 升遷很 薪資都會穩定的成長 上班族呢 稍微失去一點穩定性 你可能會面臨財源的風險 但你獲得的東西 可能是你有更大的彈性 你想要轉換跑道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換到另外一間公司 你可能可以 主管不喜歡的時候 你可以換一個 你可能可以換到別的部門去找另外一個主管 這次公務員相對不交不彈性 那你相對彈性 你可能要犧牲掉一些福利 那創業家呢 就是你可能要犧牲掉你更多的休閒時間 你可能沒有時間陪家人 你的週末跟你的晚上 全部都在加班 也不是加班 就是你每天都要上班 你之後上班沒有下班 所以你可能跟你朋友 家人相處時間會變很少 但你獲得的東西可能是 很韓性的生活 或是很有成就感 來做自己的事情 好這三件事情差別在哪裡 絕對不是你們做的事情 你不要說公務員做事情很無聊 然後創業家做的事情很有趣 完全不是這回事 創業家做的事情也很無聊 就是我們每天在做的事情 跟公務員不一定有差別 我們都要做某些事情 我們可能也要掃地 我們可能也要管員工 我們可能要管我們下屬 我們可能也有伙伴要承報 我們有投資人要報告 我們可能要做簡報 我們在做的事情 其實有時候跟上班族的公務員 並沒有差別 那差別在哪裡 差別就是在於 你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的日貌 所以你想選擇生活是什麼 你的lifestyle是什麼 你整個 你做的事情就算不一樣 但是你們過生活的方式 才是這三種不同的職業 最根本的差別 所以要選擇你喜歡lifestyle 你才做的長久 如果說你今天 有一件事情 你做起來很痛苦 就是那個目標 你再喜歡 那個目標再重要 你也沒辦法持久的做下去 就像準備期中考一樣 就是我們準備期中考 為什麼我們都沒辦法認真準備 就是因為我們根本不想準備 就算期中考真的很重要 但是我們還是想睡覺 還是想打LOL 還是想要就是 就是跟朋友去吃下午茶 但是因為這過程 遠比準備期中考來的快樂 所以你要去 再重視你 這樣子不同的生活的樣貌 要認識他 你才可以知道什麼 才是你喜歡的 好那我都舉這個例子 叫做環遊世界的例子 環遊世界是很多人的夢想 很多人都會跟我們說 他想環遊世界是因為 就是他有怎樣怎樣 他覺得想認識很多人 然後他想要看很亮 很多這樣美麗的風景 我這邊問他說 如果你想環遊世界 你為什麼不直接買一張機票 從桃園出發 除非地球一圈回來桃園 就環遊世界 沒有人會想這麼做 對不對 還是有人會想這麼做 那我可能 滿配不理的 好那不會有人想這樣環遊世界 大家都會像這個地圖一樣 點出很多個點 拉很多條線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原因是什麼 因為環遊世界 但是重點完全不是在於 你真的繞完地球一圈 重點在於你在每一塊土地上 認識每一個人 然後呢 了解那邊的文化 了解那邊的語言 然後跟那邊的人交談 韓國那邊的風景 這樣才是你環遊世界 真正的目的 這才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所以這過程 越來越比結果還重要 所以就跟創業一樣 創業有時候 結果真的有時候 百分之九十九的 大家都知道 創業百分之九十九的會失敗 那為什麼才這麼多人講創業 再來那邊的分享可能是成功 可是有超多人可能都失敗了 為什麼大家還是講創業 那邊的過程的爽度 就是大於你獲得那個結果的時候的爽度 很多很多 所以你才會想創業 就跟環遊世界一樣 就算你最後真的走完 差一里路 然後死在龜山島 兩次這樣子 那你還是會覺得 你環遊世界了嗎 你就是差一點 差一點的環遊桃園 就死在龜山島 那也沒關係 你還是覺得 離環遊世界 你還是很開心 就是因為過程的第一 是不是完成這個結果來的重要 好 那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的第一手經驗 因為我跟你講創業很有趣 不代表你真的覺得創業很有趣 這個第一手的經驗 是你可以覺得有趣的最佳關係 就像那個大麥他去流浪 他就可以跟你講流浪的事情 但是他跟你講流浪很有趣 不代表你真的覺得流浪很有趣 那你要怎麼覺得流浪很有趣 就自己去流浪 只有你自己去流浪 才知道很有趣 所以我大學做過最正確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同時體驗了三種不同的生活 我大學就創業 我大學就去公家機關上班 我大學就去實習 所以剛剛有去觀音實習也很好 就是你就大學體驗了某種生活 但是你少體驗了另外兩種生活 所以你搞不好不喜歡去觀音實習 你搞不好更喜歡自己的事情 我舉個例子就是相對 最爛的情況就是你只在宿舍打電動 那你只知道你很喜歡打電動的生活 但你可能不知道其他的生活樣貌有什麼樣子 所以你要體驗各種不同 越多元的生活樣貌 那生活樣貌跟你未來的東西有連結 你就比較可以敢下決定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學校裡面做行政的實習 行政的工作 然後也去了一間銀行做銀行的實習生 那同時在大學的時候做了兩兩個創業的題目 那這個等一下如果有空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做這件事情讓我深刻的了解到說 我就是要創業 非常深刻 完全沒有任何的憂鬱 所以一畢業一退我就創業 不是因為我很有目標覺得創業有什麼很好很遠大的理想 而就是因為我只要這個生活是我想過的 就是很簡單這樣 好那這怎麼開始呢其實很簡單 其實大家如果真的想創業的話 先去讀這個金石創業 創業圈台灣目前 國際上也都是一本很重要的書 然後它影響於我也很深 那去讀就好了細節就不講 好那再來就是在大學的時候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你的team 就是你大學裡面認識的人 全部都是你未來team 如果你在大學不做這件事情 你出社會你就只能來創人物啊 或是只能來交定這種活動來認識人 可是那個認識都沒有在大學的時候來深刻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是住宿生 不要再跟你的同系同學住在一起了 請脫離你的宿生去跟別系的同學住在一起 因為你認識更多人 你越來越多找你的team 台灣的大學就是 越多跟同系人住在一起 所以跟美國創業的風氣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創業的時候 需要更多不同的賣人 你經濟系統也跟經濟系住在一起 資工系統也跟資工系住在一起 大家想的方式都一樣 然後未來你認識的朋友也都是同系的人 所以你創業就最喜歡跟同系朋友去創業 可是這是最爛的品 就是最爛最爛的組織 你全部都是想思考的方式 全部都一模一樣 你們一起出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感情很好 大家一起 就是像社團活動一樣 一起做一個事情 這是最有意義的 所以多區認識的人 參加社團或是宿舍 去住在不同的地方 認識不同的人 非常重要 未來的這裡的人 應該都有具備這樣的特質 所以簡單帶過 team很重要 再來就是你可以承擔風險有多少 像我可以承擔風險就是十萬塊 十萬塊就是我未來去上班 兩個月的薪水 那如果你可以承擔風險 你接受自己承擔風險到多久 一年的薪水嗎 半年的薪水嗎 那你就可以去 你就可以去 知道說你最多就損失這麼多 幫自己設一個薪水點 好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了解你的市場 像我當時做桌遊 就是我覺得我只了解學生市場 所以我從桌遊開始做 但我現在做了以後 我開始發現我了解了 場地使用者的市場 所以我開始做了一個網站 在專門針對場地的使用者 我發現我了解場地老闆的市場 所以我開始做了一個網站 給場地的老闆來刊登 那大家了解什麼市場 只有你們自己知道 那你們對 你們很喜歡玩遊戲 可能就了解遊戲市場 你們在群眾募資的公司工作 相對比其他人了解群眾募資市場 所以先去看看你 到底你了解什麼市場 再決定你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會從這些市場 發現不一樣的問題 好再來就是 創業勝記裡面寫的MVP 就是最小可行產品 要非常快非常小非常簡單的 把你的第一個產品做出來 像我大學做第一個產品 叫做sponsor的服務 我那時候是公關 所以我就找了全台大所有社團的公關 我就說你們把每個人的活動交給我 今年要拉贊助的活動交給我 我就收集了三百多個活動 把這些活動拿去找IPM 我說你投我一百萬 你就可以一次贊助台大所有的活動 一整面的 你不用跟他們一起談 跟我談就好 IPM就投給我一百萬 我就把這些錢分給了這三百多個社團 對 所以說我做第一個 那我做的第一個產品非常簡單 我就只收集了所有人的活動之後 然後拿去找一個企業 所以你要做一個非常簡單非常快速的測試 好 再來就是你要統計你的數據 這數字不會騙人 最後就是不斷的piver去找 最適合你的model 送給大家最後一句話就是 多做一點不是為自己做的事情 記在心中就好了 未來有一天你可能會想到這件事情 你就會有一點改變 好 那下面是我的運用方式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找我 謝謝大家 我上次聽 趙明哥你講的時間更久了一點 對 講了30分鐘 對 然後他在講超級無理 因為他在台中